上午講完英國的實體銀行 今集會跟大家講講方便到的英國虛擬銀行 我上交銀行注重有沒有完善的監管制度保障自己 而今日介紹這三監管 都是有英國的Financial Quality Authority的監管 如果想知道就繼續看下去 除了Lion哥團隊在英國業務的擴充 現在公開招聘Bankham, Wedding,Milton Kings,倫敦,Bisto,和蘇格蘭的兼職職位 有意者可以跟我們聯絡 聯絡的WhatsApp號碼是 大家好,我是Lion哥 我的Youtube頻道主要和大家分享英國的樓盤和移民英國的資訊 有時亦會分享香港的樓市和時事新聞 如果大家見到有廣告,請幫忙看看 請幫忙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有個新片便會第一時間通知給大家 我已經送出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一冊 第一冊內容由你計劃移民到英國 寫入境英國為止 如果大家還未有,可以加入WhatsApp群 WhatsApp號碼是 794-6633-168 而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二冊 本來打算是在10,000個訂閱的時候會送出 但因為近期的工作比較繁忙 加上最近訂閱人數升得很快 因為本來一個月後只有幾百個訂閱的增長 但由上個月,一個月增長了2,000多個訂閱 所以我突然快增長,我也失去預算 今天我在白忙之中 我已經抽時間在整理第二冊的電子書 希望大家耐心等候 最近英國的樓市很遲熱 很多時候樓盤在拍片幾天之後已經賣出了 而我們每日出在YouTube上的樓盤片 已經是一個星期前拍的 所以經常會出現有買家查詢的時候 其實樓盤已經是收出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建立了一個巴丘的群發群組 叫做拉仁哥的英國樓盤足底 所以我們拍的樓盤第一時間就被我們潛作賣家 大家可以加入一個WhatsApp群組 WhatsApp我買就是 794-6633-168 它們都是好像傳統銀行一樣 會客戶提供Delbit Card 以及E-Banking等等全面的服務 同時它們都是一個禮案的戶口 是有Gibasuite,IBAN,以及BIC碼 你就可以將資金透過電池 Telegraphic Transfer傳入這些海外會口 所以移民英國之前或之後 你也可以用它們來收款或付款 用來租樓、賣樓或過售給其他英國的機構 都很方便 第一間介紹銀行就是WeFloat 它是一間2015年在英國成立的科技金融公司 最初提供匯款和兌換貨幣服務 在2018年獲得歐洲央行發出的 歐盟銀行牌照 所以現在是用手機APP提供服務的虛擬銀行 WeFloat是沒有一個英國銀行的牌照 所以一般的存款是不守FSCS的保障 但會以資金保障的形式保障用戶 至於saving files的存款 就會存放在卡銀的合作銀行 因此就會受FSCS的保障 它提供了一系列的電子銀行服務 包括有41種貨幣對我匯款 提供購賬卡 可以用150種不同的貨幣提款和消費 平日免手續費對付36組貨幣 代表的用戶是買賣數量的虛擬貨幣 比如比特幣、內特幣、以太坊和比特幣現金 亦有旅遊保險和預訂住宿現金的回贈 英鎊美元、歐元的存款利息等等 他們是不可以用香港的護照來申請的 除非你用其他國家的公主簽證或隔世簽證 然而BNO的持人可以用BNO的證件來申請 但你需要在國籍欄寫在英國的British 文件的種類選擇就會選擇護照 它也有優點 一例開會的程序最簡單 二例匯率比傳統的銀行好很多 而且你可以投資加密貨幣、股票等等 而且你可以即時透過APP去凍結 但它不好的地方就是沒有實體銀行 如果你在星期間對付貨幣有機會收取負價費用 而且每月只有200英鎊 以及五次免手續的ATM提款 剛剛也說到開會很簡單 你只需要在APP上寫你的個人基本資料、註紙 在認證之前所填寫的地址是不需要提交主席證文 但地址是需要在他們所服務的地區 開會的文件只需要由政府發出個人身份證的文件 例如隔世撿照、護照、身份證等等就可以了 他們目前有四種方法在入錢的帳戶使用 第一是銀行轉帳 第二是扣獎加上用卡 第三是Apple Pay、Google Play 第四是從一個已連結的戶口轉帳 轉帳到他們的戶口本身是沒有收費的 但如果你在傳統銀行進行電匯 銀行就會收取額外國際匯款的手續費 怎樣提款呢? 用戶可以從國內或海外支付Visa和MasterCard的ATM提款 他們也有ATM提款的限額 如果超出限額就會收取2%的費用 另外,用戶可以每24小時內提款3,000英鎊 只有持有實體卡的用戶可以透過ATM提款 如果你要申請他們的實體卡 是需要另外付運費的 另一個是Monster 成立於2015年 成立初來的時候是經營預付的購賬卡 在2017年獲得英國銀行牌照 他們的存款是受英國金融服務補償計劃 FSCS保障 屏幕前 每個人個別銀行的存額保障 上限有85,000磅 一旦這間公司倒閉 用戶就可以獲得賠償 他的申請人為英國公民 但不需要一定是英國公民 或者持有英國的護照 你才可以做到 其實你擁有香港的護照 或者BNO 也可以作為申請證明的文件 申請時也是用手機APP就完成了 他們的主打是方便你們去旅遊 對付貨幣 而且你要買東西 簡單易分單的需要 他們的特色服務 包括有免費開會 免運費 計算扣獎價給你 EA以外的國家的提款 每月免費提款有200英鎊的限額 多過200 會收到3%的手續費 另外在英國 用他們的轉帳和提款 是不設任何收費的 而且他們也可以去外幣提款 跳過使用Mastercard 所收取的抬價護率 另外他們還有自動記獎功能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消費紀錄 以及可以看看如何查單分單計數 最後他們可以免費 在歐洲經濟國家EA提款 他們的優點 就是他們很容易 在手機APP就可以開到戶口 而且他們的匯款匯率 是採用市場中間的匯率 以及提供算用卡 和貸款和投資服務 另外也提供多個級別的戶口 由免費的Mosel 以及到月費15磅的Mosel Premium 他們不保的地方 其實只是沒有實地銀行 還有只有英鎊的戶口 都可以免費 以及接收可樂的匯款 需要付1%的收續費 以及每月最多有200多英鎊 歐洲經濟區 以外免收續費的 ATM 我付的提款 那怎樣入錢呢 開了會之後 你就可以從香港入錢到他們的帳戶 除非你經全東航行 入錢去Mosel 那要怎樣去匯款呢 他的匯款 其實他要跟另一間公司 叫Waste合作 所以你第一筆轉帳 是需要在Mosel的帳戶 然後再轉接到Waste 之後呢 你就會透過這個Apps的轉帳功能 才能使用得到 最後一間就是Starting Bank 於2014年創立的 在英國的網絡銀行 是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 FCA授權的銀行執照 Starting Bank 他的金融服務補償的話 是FSCS的成員資料 所以你們客戶 即是如果你們用他們 就會有這個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8萬5千元 那Starting Bank 最大的吸引之處 就是大部分銀行的 純粹座都不設這個手續費 在一反 傳統銀行的經驗模式 再加上新潮的 near buy payment 還有手機支票傳承服務等等 那除了基本的銀行的帳戶服務 那他也有持有這個國際戶款 個人或者商業的借貸服務 那Starting Bank的開戶條件 其實針對的原 是針對原居地 而非國籍的 所以呢 你由香港帳號 你都可以申請的 但是呢 一定要有英國的住址 那需要提供住址證明 以及指定地區 即是不包括香港的電話號碼 那Starting Bank 是一間網上的虛擬銀行 那整個開戶的過程 只可以在手機APP上進行 那開戶之前呢 你就要確保有以下這幾個條件 一啦 你是年齡16歲 二你有英國的住址 第三 是非常擁有Starting Bank的帳戶 因為呢 每個人只可以開一個帳戶 那接著就是很簡單 就是有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 可以進入Apps 最後就是一個指定的地區電話號碼 那可以接受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 和歐洲大多數地區的 那Starting Bank的特色服務 包括了這100支付款 那就有點像香港PayV 那在這個App裡面 就可以隨時隨地和附近的人 即時轉賬 那就無需用手機號碼 或者是銀行戶口的資料 但是同樣 要對方跟你一樣 都是Starting Bank的用戶 才可以用到的 那每次的上限呢 就是一萬英鎊 那另外呢 就是郵局存款 那他們就和英國郵局合作 就可以在他們的分行 就在郵局美快提款 那每日的上限呢 就是300元英鎊 還有存款呢 上限是2萬元英鎊 對了 那最後一個特色服務呢 就是手機支票存款 那你只需要用手機拍照呢 就可以做到這個支票存款 那每次上限呢 就是英鎊500元 還有每個星期呢 最多可以做4次的手機支票存款 好嗎 好了 那怎樣匯款到Starting Bank呢 那其實你開了一個帳戶之後呢 你就有3個帳戶可以入錢 那第一間啦 剛剛也有說過啦 就是你就可以去英國郵局用現金存款 那之後呢 你又可以用手機apps去存款 那手機apps的存款呢 就是500元英鎊之內 那兩天的工作天就會到賬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從其他用戶呢 轉賬到這個Starting Bank的賬戶 那只限於英鎊和歐元的 那今集分享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其他東西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有關怎樣申請這個BNO Visa 其實我都出了幾條片的了 那其實呢 真的很簡單的 其實大家跟我的片 或者未必跟我的 那你其實上youtube呢 去其他的youtuber找呢 其實都可以自己搞得到的 那有些觀眾呢 他就跟我說了 真的他們連英文都不懂的 那就很難早過申請的 那這裡呢 那我唯有呢 就是我就找香港的員工 就跟大家去處理了 處理這裡呢 我們會收回一點點服務費的 但我重新強調 大家真的不用付錢我這邊賺 因為其實你看我的片 或者看其他youtube拍的片 真的可以自己處理到的 那我在這裡 祝大家來英國 就事事順利啦 生活愉快 大家好 我是爛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跟大家分享 英國的樓盤 以及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給個like我 請幫手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請幫忙追蹤我的Facebook 以及IG帳號 拜拜 拜拜